根据加州州武庆办公室周三公布的结果 第36号公投案获得压倒性胜利 将推翻之前盗窃950美元以下为清罪的47号法案 另外有5项公投案获得选民支持 其中第34号提案要求部分医疗机构将收益的98% 用于病患护理 3号将废除婚姻为一男一女结合的加州宪法条文 35号要求向健保公司收税 给白卡项目提供永久资金 2号和4号将发行100亿美元的政府债券 用于学校建设和改善气候恶化 主张由政府管制租金的33号公投案则遭到大规模反对 只有不到40%的选民投了支持票 说到反对的提案还包括 提高最低时薪至18美元的第32号公投案 让地方更容易批准住房债券的第5号公投案 以及禁止监狱强制囚犯劳动的6号公投案 在联邦参议员的选战中 民主党籍议员亚当·西夫以57%的支持率 击败了前职棒球星史蒂夫·加维 截至周三下午 加州52个国会众议员席位中 有31人为民主党 7人为共和党 还有14个席位尚未公布 根据加州法律 州务卿将于12月13日在线公布最终的官方选举结果 至于旧金山市长的选战 里维斯公司的财富继承人丹尼尔·卢尹 以56%的支持率 有望取代布里德 此外 奥克兰市长盛陶和阿拉米达县地方检察官 帕梅拉·普赖斯的罢免案都有望通过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博元综合报道